溫哥華馬蒲地區今天凌晨發生致命打鬥的案件 一名19歲男子被刺死 警方已逮捕一名男子 今次是溫氏今年第5宗的控鱷唐苑橋 溫氏警方表示 在今天凌晨3時半左右接報 在溫哥華South West Marine Drive 甲克森街附近有一群人出現打鬥 警方到場後發現一名19歲男子被刺傷 但宋苑舊治後仍然傷勢不治 警方症就案件進行調查 已逮捕一名24歲男子 他目前仍然被拘留 溫氏警方發現人Tania Vincenton表示 這宗案件發生在一間夜總會附近 接近關門的時間 相信在場有許多民眾目擊案件 呼籲任何有案件消息的人士 請立即與溫氏警方聯絡 三時代電視唐苑橋報道